9月13日晚间,王菲发布了一条微博,暗示与李亚彭夫妻远近。 稍晚时分,李亚彭也发微博,正持了此消息。 在与李亚彭结婚之前,王菲曾经有过多位男友,在没有去香港之前,在北京,王菲就已经开始恋爱了。 那时,她才十几岁,而对象据说就是后来的歌手,红豆。 之后,王菲去了香港,这段感情,因距离的问题,而因消云散了。 王菲与内地知名摇滚歌手豆薇的感情,是她最开始,最为人知的一段。 出去香港,王菲的事业发展得并不顺利,这使豆薇适时的出现了。 两个人一个作词,一个作曲,在收获爱情的同时,王菲也迎来了自己音乐上最出彩的时期。 1998年的寻魂演唱会,也令王菲的事业再次弹响高峰。 但此时,第三者却出现了。 因为高原的介入,王菲斗薇的童话婚姻也宣告落幕。 身为歌坛厅后级的人物王菲,和比他小11岁的谢霆锋公然圈首, 曾经一度称为娱乐界的大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。 而两人从开始的遮遮掩掩,到公开的如交四夕,也充满了峰回路转的戏剧性。 只可惜这段不被看好的姻缘,香港娱乐圈纳得最轰轰烈烈的姐弟恋, 到最后还是为能逃脱失败的命运。 王菲与黎明在多年前合作了电视剧《袁振侠》时,就已经传出绯闻。 在拍大成小事时,这段绯闻再次被炒得沸沸扬扬。 甚至有报道说黎明拿三千万做情感投资, 只为博红颜一笑,只可惜流水有益,落花无情。 电影拍完了,两人也各走各路,绯闻终究还是绯闻。 2003年,刚刚从旧日恋情中争贺的王菲和李亚蓬开始了最初的情感碰撞, 并在2005年宣布结婚,只可惜这段婚姻只违继了八年。 关于两人离婚的消息,坊间众说分吟, 但不能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, 娱乐圈的又一对看似无可能离婚的下午, 烟消云散了。